小李莲 小李莲 你把这块写的细一点 你签过合同吗 你懂啥呀 我看别人签过 我回来了 藏啥呢 没有 写情书呢 没有 今天我们家挺干净啊 窗名寂静啊 谁打扫的 我 哎呀妈呀 太阳从咱们家里边出来了 小美莲能打扫卫生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事 赶紧说有啥事 老实交代 真没事 不听话你现在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小美莲刚谈了一个大胆 一会儿过来人签合同 王有欠 嘴子那么欠呢 欠得好 这么重要的事 你为啥不给我汇报 我不想着 我想自己锻炼锻炼 看看我能不能独立完成 你独立完成 你完成不了 小美莲 你才做了几天生意啊 啊 我可是你的投资人 我要为你负责任 全家把培养你的重担 压在了我这脆弱的小肩膀上 这有责任的 我坐下 王前做的对啊 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 王前你说 啊 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个今天要来那个人吧 啊 是俄罗斯的 那个叫安德烈 妈呀 还是一个外国朋友 那你更应该告诉我了 激动啥 你外国朋友怎么了 我对我的货 特别有自信 价格好 质量好 你做过几天生意 这只是一个方面 啊 这是跟外国朋友 咱可不能丢面 你懂不懂 明白 就是装 二五货 你装的最好是头子 我用得着装吗 跟外国朋友 咱更不能装 对不对 我前一方往这一站 那就是成功人士的样本 二姐夫 那现在照你这么说 我们该准备些什么呀 你是完全听我的 你现在就不是小米粒了 你现在就是范总 哎 我就是你的财务总监 放下 你就是他的私人助理 好嘞 你不用这个死出 助理吗 助理就是提包的 明白了 来伺候着 小米粒 二姐夫 咋的了 太夸张了 你严肃点 你演小品呢 那照你这么说 我是不是还缺个保镖啊 对 哎呀 小米粒 你说的太对了 像你这种身份 确实应该有个保镖 而且是私人保镖 私人保镖 那 哎呀 我可拉倒吧 我上哪儿找私人保镖去 我回来了 干什么呢 不许动 干好了 乱一圈来 很好 走两步 走走走走走 哎呀 很好 干啥呀 挺胸 收府 抬头 撅皮股 太好了 太像样了 什么回事 赵刚啊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小米粒 不 你就是范总的私人保镖 什么保镖 怎么回事 大姐夫 我告诉你 闭嘴 你是谁啊 你是范总 你高贵的身份 要有气质 要矜持 一边练去 怎么回事啊 王助理 大 解释 大姑父 是这么回事 今天 我们要在 前准的带领下 为小米粒 不 为我们范总 能够签约成功 特意排了一个小品 今天来到咱们家的这个人 是俄罗斯的 叫安德里 你瞧你的样子 举白下 陈诗芳 好的啊 陈诗芳 你过来 怎么的了 你又干啥 你又干啥 我这帮着 你又搞这个虚头把脑子 是不是 啊 干什么玩意儿 保镖 我不掺和你这事 我没干过保镖 你干不干过保安 那我干过 我就是从保安 一点一点 干到物业附近里的 一样 你就这么干 照这个样干 那人家来了 我说啥呀 你个保镖能说啥 你就一个词 yes 你们两个 外国朋友马上就到了 你赶紧接下 迎接一下 热情啊 你注意高贵的气质 矜持啊 伺候着 走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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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行吗 能行吗 赵钢子 哎 干啥 赵钢子 干啥 我这做饭的 一会儿我还上班呢 你就知道吃着你 都不做饭 你吃啥 趁着这会儿 外国朋友没来 我得好好训练训练你 训练啥呀 我就一个yes 还用训练 保镖是有特点的 电视里你没看过吗 就穿你这样的衣服 特别是那个眼神 眼神里要透着杀气 另外还有警惕 你来一杯 开始 你这是杀气和警惕啊 你这是饿了 哪有吃的 哪有包的 顺帆 我跟你说 我刚才当喊面 我不好意思说你 怎么着 你老弄着 虚头把脑的干啥呀 谈个买嘛 你跟人家实实在在的 不行吗 我告诉你 眼砸了 你赔我损失啊 这怎么什么事 都得听你的呢 我 我是投资人 昨天 我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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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